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山的那边 匆匆相信未来 上午 我是教师朗诵艺术团的老师们 为延武小学1800多名学生带来了一首首声情并茂的朗诵 他们的声音和音乐会把我们带进一个意境里面 据了解 这支由我是部分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的教师团队组成的教师朗诵艺术团 是去年1月份成立的 现在已经有80多名成员 因为声音的魅力是无穷的 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讲 当他们喜欢上声音了 喜欢上声音全是出来的经典之后 那么我想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 应该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上午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 尽管今天是周一 但是仍然有很多市民前来阅读 学习 近两年 市图书馆经常举办读书沙龙 读者可以在沙龙上交流阅读感受 分享阅读故事 同时 市图书馆还和民间读书会 联合举办读书活动 为读者之间的交流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厦门教活跃的民间读书会有70余个 类型各不相同 有亲子的 女性的 行业的 线上的等等 去年一年 市图书馆举办读者沙龙96场 3979人次参与其中 读书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然后也是一个让人很宁静 内心也比较清静 宁静 我觉得至少可以增加见识吧 至少阅读如果广化 可以看到人生各个方面的事情 它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可以拓展我们的生命 据统计 目前我市共有图书总管10个 分管114个 管内线有管藏文献305万册 另有电子文献508万册 市图书馆的读者仍以纸质图书借阅为主 但电子图书的借阅量下载量逐年上升 去年市图书馆推出的140台Kindle 被借阅1600多次 还有很多年轻人排队预约借阅 从图书类别来看 成人读者借阅最多的是文学类图书 占到了57% 其次是语言文学类 占12% 本台记者报道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只要识字读一本书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对于市障人士来说 读书却很难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盲人朋友是如何阅读的 杨敏是一位盲人妈妈 因为自己和丈夫都是盲人 平时只能通过盲文或者听书的方式来阅读 而如果想要给六岁的女儿讲绘本故事 杨敏则要先将志愿者事先整理好的绘本电子文档内容翻译成盲文 在竹行摸着盲文给女儿讲 书写出来会比较慢 然后占用的这个空间也会比较多 它每一个格是六点 不同的点位代表不同的字母 然后我们要写不同的字的时候 就是生母和育母来拼 然后把它写出来之后 我们再看着这个盲文给孩子讲 日积月累的听写工作 让杨敏的听力十分敏锐 最初杨敏两三个月才能翻译出一本绘本故事 而现在一个星期就能翻译两本 今年年初杨敏和丈夫开始教女儿识字 目前女儿已经会认识九百多个汉字了 这个是球 皮球的球 你会不会拍皮球呀 同样为了汲取知识而努力的 还有在中宅村的陈志宏 他是一位盲人按摩师 经常要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 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大 传统的盲文书根本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专业性的好像就很稀缺 像我们一些课本都是老板的 都是八几年用的那些盲文书 特别是像我们学医的 因为医学一直在发展 就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不能达到 志宏只好先将书店里常见的明文书买回来 然后再通过扫描仪 将每一页内容扫描到电脑里 再使用读评软件转化为语音来阅读 之前我还没有用这些仪器电脑 基本上只是听听管我 或者别人读书念给我们听 这信息就是基本上被屏蔽掉了 到后来就是有读书的话 慢慢就是我们心理量就大了 今年六月志宏将参加全国医师资格证考试 为了备考他要想办法阅读更多书籍 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 对于志宏来说 虽然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 但书籍就是自己的另一双眼睛 通过读书来开阔视野改变命运 就是一种渴望 靠自身去发展 发展下去 然后靠读书 改变自己的命运 通过新闻 我们看到这些视障人士 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放弃阅读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盲文书籍种类多吗 视障人士在图书馆里阅读 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方便呢 接着来看 目前市图书馆有4200多本盲文书 和名文书相比 盲文书不仅数量少 而且大多出版年代久远 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视障人士可以通过电脑 手机等智能装备来听书 但对于许多网络图片 读凭软件还不能读取 因此很多盲人朋友 还是希望能直接读到专门的盲文书籍 有时候我会作为读书笔记 像一些书上的一些重要的名言名句 我会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面 所以我会说 我会想有时候那个指示书 会比电子书更重要一点 那它的出版物相对滞后 从名文出版物出现之后 要再到从盲文书社 或者说一些盲文出版机构 出来的文字就会 盲文书就会有时间差 拖了一两年 或甚至更长时间 虽然盲文书籍的数量有限 但是图书馆还是为视障人士 提供了无障碍阅读服务 视障人士可以通过 安装在电脑上的读评软件 来查阅书籍 也可以使用电子点字器 来阅读网页信息 除此之外 借阅区还专门为弱势人士 准备了数码注视器 它就是你的书本只要放上去 它就会把那个 转换成非常大 就是等于电子放大器这样子的 它那种看起来比你 我们拿着那个手持的那种 会舒服很多 据了解 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 市图书馆已先后为389位 视障以及行动不便的人士 提供了送书上门服务 不方便来图书馆的视障人士 可以拨打市图书馆电话 0592-537-1862 来预定自己需要的书籍 他只要打电话告诉我 他要什么书 我就可以叫快递上门 然后取这些书 寄给他们 寄到他们手中 然后他们如果看完了以后 只要打那个顺丰快递的 95338的电话 然后叫顺丰上门取 然后再寄回给我 寄回给我呢 运费也是我这边出的 本台记者报道 接着来看 每年3月到5月 是花隔苗的采股期 为了提高捕获量 一些渔船会采用 禁用的网具来作业 这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 近日 市海洋部门就开展了 专项行动 打击非法捕捞花隔苗的行为 把船停下来 停船 停船 当天晚上8点多 在同安后田附近海域 执法人员很快发现了一艘渔船 立即鸣笛喊听 执法人员登船检查 发现了船上的 非法捕捞网具 虽然两名船员声称 他们没有使用 抵托网捕捞 但是他们始终不敢说出 自己受雇的捕捞工作 同时也拿不出相关的 捕捞和渔船证书 执法人员当场查扣了 这艘渔船 十分钟后 又一艘渔船 进入了执法人员的视线 登上渔船 执法人员发现 船甲板上同样放置着 非法捕捞用的网具 执法人员介绍 这种抵托网具属于禁用渔具 网眼叫密 在作业过程中 抵托网在海床上拖行 会严重破坏海底的生态环境 把网放下去之后 然后可能对底漆的生物 就明显的一个托载 这种作业方式 其实对我们的 就是说一个海洋生态的 一个就是说 底漆的一个海洋生物 另外就是 例如找类啊 贝类之类的 就是会造成 比较大的那个 生态环境的一个破坏 这艘渔船同样也被暂扣处理 海洋执法部门表示 进入4月以来 他们已经查获 涉嫌使用禁用网具 捕捞花隔苗的渔船16艘 接下来 他们还将强化海域的巡航巡查 开展24小时的值班背情 坚决打击海上 非法捕捞行为 记者何鸿林 高志强报道 再来关注食品安全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 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 和重金属超标呢 近日 市食安办就邀请部分市民代表 来到蔬菜基地 亲自采摘送捡样品 在莲花镇的军营村 海拔980多米的山腰处 天岩山蔬菜专业合作社 大棚里的食令蔬菜 正到了收获的季节 作为七位市民代表之一 明先生仔细观摩了 种植基地后 随机采摘送捡的蔬菜样品 随行检测人员立刻将 明先生摘下的蔬菜 收入塑料袋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筛选 代表们选择了笔筒菜 生菜 竹芥菜等五种市面上 常见的蔬菜进行抽检 这个活动应该说 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为大家整个一个 食品安全负责的态度 让市民参入 让我们感觉很真实 送检样品选定完成后 检测人员在现场 立即将各个样品打包 封装 经过相关信息的登记 在样品装袋封好后 写有编号和抽样人签名的 食品安全抽签检测封条 贴在了样品的包装袋上 并由被抽样单位的负责人 签字确认 据食安办介绍 这次抽检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对送检蔬菜进行检测 这些项目 检验的项目 主要是我们日常在监督抽检中 发现的比较长期的一些问题 主要检测 那个农药残留 还有重金属 重点是一些 进用农药 据了解抽检结果将在一周后向社会公布 食品安全专家也将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和解读 在抽检过程中 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 监管部门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本台记者报道 在极美街道大赦片区里 有许多代表着极美华侨文化的老建筑 这些曾经的老桥房和古厕 经过修缮后 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如今极美街道也正在参与福建省首批 桥乡文化名镇名村试点的创建评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极美街道大赦片区的文雀楼 是新加坡著名桥岭陈文雀和陈六使兄弟 在1937年修建的家庭别墅 陈文雀陈六使兄弟生前慷慨 是支持陈嘉庚先生 创办厦门大学和极美学校的重要捐资人 经过修缮之后 2013年极美区政府在文雀楼设立了 陈文雀和陈六使陈列馆 2017年文雀楼又增加新的家庚邮局 邮编为361021 尾数10月21号正是陈嘉庚先生的诞辰 游客们可以在家庚邮局里欣赏和购买到 以极美桥香为主题的各类明信片 旅游书籍和文创纪念品 此外文雀楼还成为家庚志愿者驿站 家庚书院朗读会的活动场地 如今经历81年的风雨 文雀楼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在极美大社片区 极美街道计划对包括文雀楼在内的 八座具有历史风貌价值的桥房 进行保护性的开发 其中加奈楼修缮之后 被改造成为即艺术展览为一体的民宿 而刚修缮完工的太和楼将变身为文化艺术博物馆 剩下的仪本楼建业楼等四座老建筑正在修缮之中 或已经提上了修缮日程 极美街道的这些特色的古建筑 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让每栋桥房之间能够实现一个有机结合 让建筑之间它都有故事可以说 故事可以串 我们除了保护传承弘扬之外 更多的是我们要让这些古厕 幻化出新的一个生机和活力 为了重新找回极美大赦片区的乡愁 目前极美街道已经斥资修缮桥房 古厕90多处 与此同时 他们还建立起桥房数据库 对这些古建筑进行更加科学系统的管理 去年底极美街道被列为福建省首批 桥乡文化名镇名村试点 现在极美街道正围绕闽南文化 桥乡文化 学村文化的主题 打造规划全新的文创旅游街区 明镇名村的特色 特重于法桥的文化方面的评估 历史建筑方面的评估 保护方面的评估 还有一个规划评估 还有今后的一些 一些这个整个车响的一些评估 这个对保护法桥的这个历史文化 还有一个的留住法桥的乡筹 都有最大意义 我们是通过这种民政民村的一个建设 是唤醒老百姓 他保护这些古建筑的这种意识 那把我们的记忆 把我们的乡筹给留下来 记者吴国豪杨红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大巴车失控撞上崖壁 实名乘客受伤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年初我们曾经报道过 马鑾湾新城建设的多个施工项目 存在严重的阳城污染问题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了呢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在3月27号到28号的模拟考评之后 火炬 马鑾湾新城建设指挥部 想安机场建设指挥部监管的工地 在4月份都正式纳入了常规考评范围 至此 我是阳城防治考评责任主体 以由原来的6个区和11个指管部门单位 增加到了20个 通过是阳城防治考评组 对马鑾湾新城建设指挥部 下辖的东摇路建设现场的正式考评 可以感觉到阳城管理显著的变化 为什么新增三个项目 主要是通过我们去年空气质量的分析 觉得这三个地方 对厦门空气质量 特别是阳城的问题 影响还是比较大 原来的指挥部这一块 对阳城方面的协调管理是空白的 那么由于这指挥部里面的施工项目特别多 原来的各打各的仗 那么这一次由指挥部统一的来协调管理 整个工程 这个阳城的控制已经得到改善的提高 原来是垂直各个部门 职能部门在管 那现在马鑾作为片区的一个协调部门 也对阳城进行管控 应该是多方来管 力度加强 从上次模拟完以后 跟这一次正式的考评 应该是各个单位都重视起来 记者刘欧华报道 今天中午11点半左右 在海祥大道靠近老院子景区的公交车站路段 一辆小货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追尾 小货车上的男性驾驶员当场身亡 记者赶到时 消防官兵正在对小货车驾驶室进行破拆 由于撞击严重 小货车的车头严重变形 其中小货车驾驶室一侧 已经完全嵌入了大货车车尾右后方 一名男子被卡在驾驶室内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记者观察发现 这辆被追尾的大货车 停在靠中央隔离带一侧的车道上 在车后方还摆放着一个空水桶和一个小邮箱 大货车司机说 当时他的车在行驶到这一路段时 突然没油了 车子就在靠中央隔离带的机动车道上停了下来 停在这里 是为什么停在这里 没有了 油罐短了 抽不到油 然后到那里有那个 油上不来了 上不来了 走不动了 就停住了 当时你在后面有摆什么东西吗 有 摆了一个小桶 之后他就到附近去买油 没想到的是 他刚买完油回来 小货车就撞了上来 事故发生后 天马山隧道往杏林方向一度出现了车辆拥堵 中午一点半左右 事故车辆被脱离现场 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记者公家高志强报道 今天下午三点多 在206省到龙门隧道往同安方向出隧道口路段 一辆大巴车突然失控 撞上了路边的崖壁 事故造成车上10名乘客 不同程度受伤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 交警部门已在事故现场设立了警示路障 指挥疏导过往车辆绕行 出事的大巴右侧车身撞上了路边的崖壁 玻璃多处破碎 车头的挡风玻璃全部掉落在地上 周边还散落着几张满是血迹的纸巾 距离车尾七八米处的排水沟里 堆着被撞落的大石块 据了解 当时这辆大巴车在行驶中遇上了下雨 驾驶员为了减速踩了刹车 但由于路面失滑 大巴车突然失去了方向 最终一头撞上了路边的崖壁 大巴车上载有21名乘客 其中3名乘客头部受伤 1名骨折 6名受了轻伤 被送往同安第三医院就职 乘客们回忆说 驾驶员和售票员也都受了伤 事故发生后 大家也赶紧报警并展开自救 医院方面表示 目前这10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将继续住院观察救治 记者王汉阳 黄丹妮报道 一名年轻女子因为驾驶 无排摩托车被民警拦下来后 不仅出言辱骂民警 甚至还脚踹民警 女子的过激行为 已经涉嫌妨害公务罪 最终被警方刑拘 4月16号下午3点多 吉美派出所民警 在硬斗路一带设卡执行时 看到一名女子没有戴安全头盔 驾驶着一辆无排摩托车 民警就上前拦下这名女子 依法进行盘查 不过面对民警的问询 这名女子既不出示个人有效证件 也不提供个人相关信息 还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在民警口头警告这名女子后 这名女子反而开始辱骂民警 当民警把这名女子带上警车 准备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时 这名女子就在警车上 用脚猛踹执行民警的腹部和腿部 但最终被制服了 经过调查 这名年轻女子姓程 24岁江西上饶人 事发时 程某驾驶自购的无排摩托车 外出办事 被民警查获 程某因为她未戴安全帽 然后驾驶无排摩托车 本来顶多是面临罚款 或扣车的处罚 那现在因为她过激的行为 已经涉嫌妨碍公务罪 现在已经被我们巡视拘留 记者孔祥鹏 黄超通讯员刘一吞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级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23 空气质量为优 日前动物保护组织 在越南首都河内市郊的湖中 发现了一只极度冰威的物种 斑鳖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斑鳖被称为世界上 最孤独最稀有的动物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鳖 曾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 和云南红河流域 但此前被确认存活的个体 全球仅剩下三只 两只栖身在中国苏州动物园 一雄一雌 多次人工受惊 均失败 另外一只斑鳖 生活在越南的东莫湖 4月12号 国际规鳖生存联盟 在官网上确认 世界上存在第四只斑鳖 目前生活在越南河内西部的 宣汉湖 是通过检测环境DNA 这一科技手段 证实了斑鳖的存在 环境DNA技术 被称为生物黑科技 水生动物在水里游动 其表皮细胞等样本 会扩散在水体中 研究人员通过检测水体中 有哪些DNA 就能特征性地识别出 水体中的活跃物种 及其分布状况 该技术目前已被广泛用于 生态学等研究领域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优道粮 首要污染物是 二氧化氮和PM2.5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